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新北市五谷玉史路 淹水更夸张 整条路可以说是几乎看不到路面 而立委苏巧慧 树林服务处前也积水 让三线道变成双线道 这场雨让新北市新庄树林 食雨量都超过五十毫米 而台北市北投也达到六十毫米 在士林设置附近 水淹到二十公分高 午后雷震雨让双北地区 都能明显感受到剧烈的雨势 树林中山地下道变成小水池 就怕有民众受困 警方道场疏导指挥交通 而树林武林街停在路旁的车子 也几乎都泡在水里 还好这场雨虽然猛烈 不过时间不长 雨势停止之后 积水也逐渐退去 煤酿城更大灾行 也让交通慢慢恢复 华视新闻刘一军张玉文新北市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